第一道 以后家里来客就做这道蚝油生菜 不仅做法简单 还寓意着生菜 首先锅中油热 爆香蒜末 放多一点蚝油 一点生抽 炒出酱香味 再加一碗长姜水 少许白糖提鲜 淋入水淀粉 勾一个厚厚的薄芡 先把酱汁调好备用 清水中加一勺盐 然后再把生菜放进去浸泡10分钟 清洗掉里面的脏东西和小虫虫 水开加一勺盐 提前入个底味 再加食用油 这是生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烫20秒 捞出装盘 浇上熬好的料汁 就可以上桌了 这样做的蚝油生菜 拿头牛给我都不换 第二道 从小桌海边的我 吃带鱼 做带鱼 我都是最拿手的 首先带鱼打上花刀 撒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油热下锅 开小火慢煎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 您就点个关注吧 下次想吃不会做 随时都能找到我 煎制两面金黄备用 另起锅五花肉边炒出油脂 放葱姜放干辣椒 炒出香味 料酒 生抽 饱抽 蚝油 翻炒均匀入味 加适量清水煮开 下入带鱼 加盐鸡精 白糖 孤独三分钟充分入味 放洋葱青椒 葱段 大火翻拌均匀即可 想吃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道 以后猪心不要总是烧汤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鲜嫩爽滑 首先五块一个的猪心 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 猪心就越嫩 然后加少许的盐 抓拌均匀 再清洗干净 这是猪心去腥的关键 挤干水分备用 油热下入猪心 大火炒至七成熟成出 再下葱姜蒜爆香 放炒好的猪心 一起炒出香味 调味加盐鸡精白糖 生抽 耗油 老抽上色 最后放蒜苗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做一份尝尝吧 第四道 很多人在家都做不好酸菜鱼 今天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做法就跟煮开水一样简单 9块9两条的草鱼 沿着被鸡骨切开 片去鱼排 剁成端备用 斜刀45度 把鱼肉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 发了200多个作品 还没有您的关注 真的太惨了 这个视频 您就点个关注吧 下次想吃不会做 随时能找到我 再加盐 胡椒粉 和葱姜水 抓拌均匀至粘手状 再加蛋清 一勺红薯粉 再次抓拌上净腌制10分钟 油热下鱼骨 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 放葱姜泡椒 切好的酸菜 一起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冰凉的开水 盐和鸡精调味 大火煮至汤汁浓白 捞出鱼骨垫在碗底 转小火下入鱼片 放入少许白醋 轻轻推动 中小火煮30秒即可 放蒜末 花椒 干辣椒 葱发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酸菜鱼 鱼片白净 汤汁金黄浓郁 想吃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五道 很多人总喜欢去外面吃水煮肉片 其实在家做一点也不难 麻辣鲜香特别下饭 切好的肉片放料酒 生抽 胡椒粉 蛋清 淀粉 给它抓至粘手 再放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葱姜蒜爆香 放一勺豆拌酱 一块火锅底料 给它炒出红油 加入清水 调味放点生抽 蚝油 鸡精白糖 煮开放入配菜 煮两分钟捞出电入碗底 再把肉片下锅 给肉片煮至飘起 盐汤一起倒入大碗中 最后再放点葱花 花椒干辣椒 白芝麻 淋上热油 麻辣鲜香 闺蜜说比外面的还好吃 第六道 再加炖牛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 那样炖出来又柴又硬 根本咬不动 今天分享我当大厨50年的做法 保证你出来的牛肉像豆腐一样嫩 没牙也能吃 先把18一斤的牛肉切成大块 放入温水中 加一小勺盐 浸泡15分钟 泡出牛肉体内的血水 这一步不但能去腥 还能使牛肉的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 记住千万不用焯水 直接下锅煸炒 大火炒出水分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然后放葱姜 八角香叶干辣椒 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盐鸡精 一勺黄豆酱 记住一定要加开水 这是牛肉软烂入味的关键 扣盖炖50分钟 然后放入土豆和胡萝卜 再炖20分钟 然后放点蒜苗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黄嫩牛肉酱香浓郁 软烂入味不塞牙 拌米饭全家都非常喜欢 是不是很简单 您好收藏去做起来吧 第七道 以后排骨买回来 不要老是红烧和炖汤了 你试试这个广东人的拿手菜 蒜蓉蒸排骨 不仅简单 还好吃 排骨切成大大的小块 排骨里面加一勺面粉和一些清水 这样可以洗出排骨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 这时候蒸大你的耳朵 看一看是不是有很多脏东西 空碗中加蒜蓉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盐 一勺鸡精 一勺白糖 少许蚝油 一勺生抽搅匀 就是蒜蓉酱了 把蒜蓉酱淋到排骨上 再用我的左手抓匀 最后放一勺生粉 抓匀腌制半小时 盘里铺一层南瓜 再铺上排骨 上汽以后小火蒸20分钟 这样蒸的排骨 蒜香浓郁 非常的好吃